彼得的這一段的經歷 那彼得一生 他真的是一個 特別的人物 他曾經在十二個門徒裡面 他是最特別的 他總是做了一些 別人沒有做的事 不能做的事 雖然表現的都不盡如人意 不是最好 但是他都做了人家朋友做的事 大家記得他做過 其他門徒沒做的一個什麼 他在水中裡面行 沒有一個門徒有提出過這個要求 只有彼得說 我可不可以走海 結果 全人類只有彼得一個人走過 在海面上走過 雖然後來掉下去了 但是我們佩服彼得嗎 佩服 只有他 只有他 那今天我們有看見 只有彼得做過的一件事 其他門徒都沒有做 但是也正看出了彼得的一個裡面生命的特質 我們第一點看彼得的勇敢 彼得的勇敢 這個外院是哪個外院呢 大祭司的院子 所以彼得這個時候深入敵軍 對不對 深入敵軍 哇 這個 只有彼得 你要知道 這個時候十二個門徒 其他的門徒都怎麼樣 跑光光了 在科西馬尼遠 甚至約翰福音記載 有一個人被抓的時候 他是光著身子跑的 人家抓到衣服 他就連衣服都不要了 他因為以前古代的衣服是 披肩一樣的 披在身上 所以一抓 所以以後 如果可能會被抓的話 要穿這種衣服 呵呵呵 他的 哇 光著身子跑 可見當時 多麼的驚嚇 這個 多麼的驚恐 所以 所有的人都逃光光 而只有彼得 沒有逃 竟然 跟到 大祭司的院子 所以 比起其他的門徒 彼得勇不勇敢 想想 真的彼得很勇敢 彼得很勇敢 那麼 接下來 我們要看到彼得 實在是很勇敢 然後 六十九節說 他在院子裡面 就有一個使女來說 你素來也是 是從那加利利人 耶穌一國的 在這裡 耶穌 彼得第一次被認出來 被認出來了 如果是你 最聰明的選擇就是怎麼樣 趕快離開啊 太危險了 會被認出來是不是 可是彼得 竟然怎麼樣 沒有走 還留下來 還繼續在那個 危險 那麼危險的地方 他已經被認出來了 他還留在這裡 請問彼得勇敢嗎 跟旁邊說 彼得很勇敢 真的 你想想看 彼得真的很勇敢耶 你可以想看 彼得現在他心裡面 有兩個感情 有兩個情感在掙扎 在衝突 一個就是 使得他想要逃跑的那個懼怕 這是一個很強烈的 一種危險的一種懼怕 要叫他趕快跑 而一個是 使他決定要留下來的愛 彼得幹嘛要留在那邊 他想要看誰 想要看耶穌 所以他決定 雖然危險 我還是要留下來 所以 因著他留下來 第二次又被認出來了 這個71節 又有一個使女 看見他 就對他說 這個人也是同納薩勒人耶穌一夥的 第二次被認出 應該是一個危險 強烈危險的訊號了 第一次的認出是可能是 恰巧偶然 而第二次的認出很明顯 彼得已經怎麼樣 被認出來了 被認出來了 一個明智的判斷就是什麼 趕快逃 快走為妙 快走為妙 可是彼得竟然沒有走 我們說彼得已經不是勇敢 不是普通的勇敢了 而是怎麼樣 非常的勇敢 非常的勇敢 而我們更能看出 彼得對耶穌的愛 對耶穌的愛 對耶穌的愛 是這麼的深 深到一個地步 是他寧願 他把自己陷到這麼危險的地步 所以 果然 第三次 又被認出來了 又被認出來了 我想到此 沒有人能夠苛責彼得的失敗 是不是 十個門徒 都沒有否認耶穌 是不是他們比彼得強啊 有沒有 沒有 只是他們身不在其中 他們沒有否認耶穌 是因為他們怎麼樣 都跑光了 所以 根本 沒有機會不認耶穌 而彼得是 身陷 在這個環境的裡面 身陷在這其中 所以從這裡面 我們可以有兩點的學習 第一個 沒有人能夠論斷人 很多時候只是我們不在其中 其他的門徒 沒有人可以說 我 我不會不認耶穌 只是你沒有在這個環境裡面 所以當我們看到別人軟弱跌倒 我們不要論斷 我們沒有人有資格 判斷人 論斷人 審判人 很多的時候 如果我們也碰到相同的情況 可能我們表現得更下流 更不堪 這是 第一個 第二個呢 我們也看見 人的勇敢 人的愛跟意志 是非常脆弱 軟弱 不堪的 所以 我們的這個 這個活潑的生命裡面說 信心的根基 不是意志或信念 而是神的恩典 信心的根基 不是意志或是信念 而是神的恩典 真的 彼得 當日說 耶穌 我絕對 不會不認你 這是他的信心 對不對 是他的意志 但是 人的愛 意志 實在是軟弱 不堪 這是彼得 這裡最深刻的體會 很多次啊 不自己走一招啊 你是不會體會的 是不會體會的 之前 彼得對自己是多麼有信心 我就是與你同時 也總不能不認你 所以 我們可以 在此說 如果我們能夠 到如今還站立的住 如果 我們能夠為主舍什麼 能夠做什麼 都是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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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復活之後 耶穌三次問彼得 彼得回答的是多麼的謙卑 主說你愛我嗎 彼得都說什麼 主啊 你知道我愛你 不是在以前說 當然愛你啊 彼得已經 不敢講了 他不敢講 所以 當 耶穌第三次問 他說你愛我嗎 聖經說什麼 彼得就憂愁了 他想說 大概主說 你說的 我不再相信 你說的了 說真的 沒有 彼得不能怪人 不信他是不是 事實證明是 你真的很不可靠 你真的很不可信 所以彼得在所住啊 你知道 所以走過這一格以後 彼得就開始謙卑了 很多的時候 我們驕傲 可能是我們還沒有碰上 是不是需要主把我們帶到某一個環境 我們才會謙卑呢 所以最好不需要這樣來主來對付 但是有時候好像非得這樣的對付一下不可 不然你不會體會的 你不會這樣 彼得走過以後 他就從裡面謙卑了 所以我們再次勉勵 彼此勉勵 當我們責備別人做錯事的時候 你不要太大聲的罵人家 太得理不勞人 下一次碰到你自己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 你就會知道 那所以救主幫助我們 讓我們也 也 每一次我們都知道 都是上帝的恩典 認識 所有一切 圍靠上帝的恩典 好 這是第一個 我們看到勇敢的彼得 彼得的勇敢 第二點 我們看彼得的痛哭 彼得的痛哭 那第75節 彼得想起耶穌所說的話 基教於先 你要三次不認我 他就出去痛哭 痛哭 透過失敗 看見自己的真相 彼得的哭 是為他自己曾經這麼的狂傲 自大驕傲而悔改 他看到自己的真相 而且看到自己的曾經是那樣的狂傲 自責自大 他出去後悔 所以弟兄姊妹 讓每一次上帝的光照 帶給我們是一個回轉 其實每一次真相 上帝不是要打擊我們 上帝是要改變我們 是要提升我們 是要提升我們 所以彼得 為他自己成有這些 而他去懊悔痛哭 就像約伯一樣 約伯也曾經那麼自意的 責怪上帝不義 對不對 他責怪上帝 你這樣對我不義 我哪有罪 我做錯了什麼 像我 我做了什麼 你要這樣的對我 很多人 很多人 也曾經這樣的 對上帝質疑 為什麼 你讓這樣的事情發生 約伯也曾 狂妄地質問上帝 要上帝給他個理由 弟兄姊妹 你也曾經 我們是不是曾經 你也跟神說 你給我個理由吧 我們以為我們 比上帝還公義 我們以為是 上帝對不起我們 好多基督徒 就是這樣 質問上帝 責怪上帝 認為上帝對不起我 後來 當約伯明白一切的時候 聖經有一句話說 他就在 如回中 懊悔自己 以前我看不懂 為什麼 他要在如回中懊悔 在 在如回中懊悔 原來 真的 看到了自己的狂妄 看到了自己的真相 是這麼的不堪 真的是 懊悔 懊悔 所以 彼得也是這樣 他就在那裡 痛苦 而他的痛苦裡面 有一句 很重要的 的話 就是彼得 想起 耶穌 所說的話 請大家 抓住 有許多人 也有 後悔 但是 每一個人的 後悔的基礎 不一樣 那個內涵 那個內涵不一樣 彼得的 彼得的後悔 是他 想起了 耶穌 所以 所以弟兄姊妹 讓我們每一次的行動 選擇 讓我們 所有一切都是因為 想起 耶穌 的話 想起 耶穌所說的話 想起 耶穌所說的話 跟我說一次 想起 耶穌 所說的話 再說一次 想起 耶穌 所說的話 這是你 生命裡一生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根據神的話 以神的話 為指引 你要知道 這一段的時間 彼得 跟猶大 同時都發現 發生大事 是不是 彼得 是三次不認主 他甚至 發揍起誓 不認主 你如果有 舊約的背景 你知道這是一個 非常嚴重的 一件的事情 因為他是 發揍起誓 猶大是 罵耶穌 他們兩個人 都一樣 犯了 這樣大的 一個錯誤 可是 猶大 彼得的結局 卻完全的不同 完全的不同 因為 彼得是想起 誰的話 是想起 耶穌的話 他出去 痛哭 懊悔 是根據神的話 是在神的話 語裡面的 迴轉 是迴轉 是在神的話語裡面的更新 你知道嗎 所以你會發現 一個真正在神裡面悔改的人 是會痛哭 可是 他那個哭泣 是一種更新的哭泣 是一種清潔的哭泣 哭完以後 是一個生命的洗滌 不是一個沉淪 不是一個定罪 不是一個審判 不是一個審判 是完全的不一樣 真正在主裡面悔改過的人 那個在主裡面流過眼淚 你就知道 那個眼淚是充滿了安慰 清潔 恢復更新的一種眼淚 是一種感恩的眼淚 而 猶大 他沒有想起耶穌的話 他是根據自己的良心跟想法 根據自己的判斷 我再講一遍 猶大 是根據自己的良心 他不是想起耶穌的話 他是根據自己的良心 根據自己的想法 根據自己的盼望 所以帶出來的結果 帶出來就是一個錯誤的行動 就是去什麼 去吊死 這是一個最錯誤的結果 所以看見沒有 兩個人都做錯 兩個人都懊悔 對不對 可是結局就不一樣 為什麼不一樣 因為根據的那個根據不一樣 彼得是根據耶穌的話 猶大是根據自己的良心 根據自己的判斷跟想法 所以我們要學習 從彼得的話 彼得的學習 彼得的經歷 我們要大大豐富的學習 好 那今天我們信息停到這邊 請大家能夠抓住 這彼得的今天的經歷 那麼彼得三十 我們真的感到彼得的勇敢 所以我們要提醒別人的犯錯 或許我們人不在其中 我們在其中 可能比他表現得更差 所以我們不要隨便論斷人 不要隨便論斷 不要隨便審判人 我們沒有資格審判 當你用指頭指責別人的時候 可能我們自己更糟糕 我們更糟糕 所以我們不要隨便指責別人 判論斷別人 我們也不要 對我們要曉得 所謂一切都在恩典的當中 不是我們能夠自己站立的住 乃是主的恩典 扶持了我們 而彼得的痛哭 是在想起耶穌所說的話裡面的痛哭 讓我們就明白 讓所有的 讓我們的建立在上帝的話裡面 好 讓我們同聲開口 我們一起來禱告 我們的空間 有病毒的 我們下午 下午 下午 下午